博士 酒准备好了吗? 今天我们微醺职业带来的是 那些年他为你结的账 AA制 AB制 AO制 AA制应该很熟悉吧 就是你跟另外一半 或者是你今天跟同事出去吃饭 跟朋友出去吃饭的时候 AA制呢就是你們各自付各自的錢 那AO制呢 簡單來說就是 只有一方付錢 那就叫AO制 那AB制呢 是其中一方付比較多錢 就是AB制 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情侶狀態對不對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前提 沒有性別的差異 大家通常是哪一制的呢 有人說他最早AA後面AB 然後後來他男朋友說他賺比較多 最後變成AO 今天我在討論的時候覺得 這個其實是會跟著你的年紀 跟你的經濟狀況 或者是你周遭交的朋友的狀況 會改變 我們聊的時候說出次約會 或是曖昧期 那我們講 就男追女的時候 男生對女生有興趣 然後兩個聊得也滿來 一起出去的時候 誰付錢呢 對我來說 你覺得哪一個可以 我覺得就是AO追的人 主要提供要求說 我想要約你出去的 不管是男或女 女追男有可能 曖昧的時候是AO 我是AO制的人 你今天想要跟我吃飯的話 你就要付錢 然後今天我想要約你看電影 然後我對你很有興趣 我就會複蝶一跳 好這樣不錯 所以有補追槍可以 有補齁 有回來一點 不會被戰 對不會被戰 很多人曖昧說是AO啦 有人曖昧是AA 曖昧不是AA嗎 曖昧會是AA嗎 如果雙方都喜歡彼此的話 很有可能會變成AA 重點就是再來 我覺得曖昧的時候 其實怎麼付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 曖昧是第一次前面約會 是讓你判斷 這一個人到底是什麼制 對 的一個非常好的時間點 沒錯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說 AO制很多沒有錯 但是我自己啦 我覺得我身為男性呢 我是AO制 我可以接受AO制 但是如果對方 連錢包都沒帶 連錢包都不拿的時候 就是一個誠意嗎 我覺得是一個感覺 態度 就是 是不是還騙飯吃啊 是不是很久沒吃飯了 真的餓的話 跟哥說嘛 多點幾道菜 哥幫你叫我 What is it 對沒錯沒錯 這邊有人說 要有付錢的動作 沒錯 反正說男生願意AO 女生體貼 所以AA 但是 但也不用堅持 對 這邊在場的 男性或女性都一樣 如果大家覺得 我就是喜歡AA的人 曖昧的時候 不要假裝AO 沒錯 我覺得很忠於 自我 很忠於 因為有人說 可以 他一個請吃飯 一個請飲料 對 我覺得這樣也很不錯 像我就是 比如說你今天約我 出來吃飯 我是曖昧其中 我就會覺得 好啊 那用餐的時候 然後男生掏錢 就是男生就是付錢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馬上說 謝謝你請我吃飯 那你要不要去做個東西 就是 如果對他也很有興趣 9號我就會開始約著下一趟 然後如果他對你真的沒興趣的話 你就說 那我覺得我累了 我要回家 你就會覺得 對 但說真的 其實我覺得在吃飯聊 有時候很開心 要結帳那一差 每個人都會 對 我覺得每個人都會開始在那邊 疊對疊 對 他當 女方手放到包包裡 拿出來 是高口 你都沒有打 說我去補個妝 但我覺得這時候 這時候 很多人會用這一招 這時候 男生可能就 可以去付帳 我覺得OK 但是其實回來 你還是可以看反應 就比方看那女生 就 欸 沒有問結帳 對 一種說 欸你結了 啊 不知道還是多少錢 那可以 有人說 回來就說 走吧 去哪 結帳啊 哈哈哈哈 小姐 妳剛剛吃我兩個滷肉 還有我吃了我的蛋白 十五塊 對 我覺得其實是態度的無關係 其實 今天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就是今天 如果你要 免費吃一頓飯 你還是要有感恩知情 你還是要感激的 因為我們今天想要跟大家探討的是 你不管是AAAO或AB 都可以 但是你 一定會找一個 跟自己在這個方面 觀念相同的人 這個時候就是有 剛開始約會的時候 可以看得出來 對對對 他會是個什麼樣制度的人 對 如果不想AO 就不要裝括 想AA就講出來 其實沒有關係 對對對 我們剛剛的調查呢 佔最多的是AB制 第二多的是AA制 但是其中相差也不多 嗯 再來第三個呢 竟然 我自己認為的是 現在竟然還有AO制 好 那我們今天想先聽聽 我覺得 有沒有在想是 AO制的 說說自己的想法 就是這邊我要分享的是 我就是年輕的時候 曾經聽過一個朋友說 他會跟他的男朋友拿零用錢 那時候我就想說 對啊 哪個男朋友我也要 不是 我就想說 為什麼你的男朋友要給你零用錢啊 因為通常拿零用錢的可能會是 爸爸媽媽 爸媽就跟家人 你大概沒有賺錢能力的時候 可是為什麼可以跟男朋友拿零用錢 我覺得自己超訝異 對我來說是非常壓力的 所以那個朋友他其實就是AO制的人 我們先說 AO制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一個肯給 一個肯拿 給的人都沒講話 大家講什麼 對啊 又不是叫你們給對不對 有人說他朋友網路購物 都叫男友付款 哇賽 啊我有聽過朋友是 他的 只要任何的消費 都是綁男友的信用卡 那再來我覺得就是 AA跟AB好了 微妙的差距 為什麼會大家有人是 堅持AA制的人 我們通常都會覺得AA制的人 計較很多很小氣很怎麼樣 然後很會在經典上面去算計 但是我們就是 我們剛剛兩個人討論完以後 我們會覺得說其實 AA制的人他們的觀念就是 使用者付費 你今天吃了這個雞排 你為什麼不付錢 你今天就是跟我一起用了這台洗衣機 你為什麼這台洗衣機不用出一半的錢 對對對 對所以就是我們會覺得這也合理啊 因為使用者付費 本來就是天經地利的事情 我覺得Melody她在講AA的心態 就是因為AA的話 她其實跟對方相處比較沒壓力 因為我沒有欠你什麼 你也沒有欠我什麼 這就是我有個朋友 他們也是AA制 我剛剛就是電訪他們 他們說 其實今天就是兩個人在相處 還沒有到真正有婚姻關係的時候 AA制是真的最 說實在就是最好抽身的 你今天分開了 我們 我不用跟你在那邊算說 這個東西是我的 我要帶走 那可能就是在一起的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 沒有好好的AA制 可能一開始ABAO 然後分開以後沒有愛的 就開始計較 但如果一開始就AA制 也沒什麼好分的啊 我們一開始就分得那麼清晰 對 其實我覺得AA制的人 其實應該是理性大於感性多的 在感情中 會有時候比較不理性 是因為我們用了很多的喜愛去 不去計較這些小事情 但是為什麼在這麼多喜愛之下 還能夠理性的人 他可以執行A制 我覺得是聰明的做法 因為他在分開之後 我會講實在一點 他真的就不需要就是拉下一個對方 對方說 欸 那誰忘記我的 欸 那個毛毯是我 本來就沒有要踏入婚姻關係的話 不要有金錢的牽扯是好事 其實我覺得啦 我是覺得AAABAO 其實大家並不要特別覺得說 欸 怎麼樣比較好 怎麼樣會有愛計較的 其實我覺得 你跟另一方面 兩個覺得OK就OK 那 比方說你是AO制的人好了 然後你遇到一個AA制的人 你也不要覺得他小氣等等 你就不要跟他一起就好 對啊 你就不要逼著他 不需要去 因為像很多人他會去 衝擊對方的金錢價值觀 去糾正對方的金錢觀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糾正這個 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啊 你不知道他從今天怎麼過來 也不知道他賺錢多辛苦 或是你不知道他的家庭經濟狀況 有可能讓他對錢的不安全感 這麼的嚴重 所以他才會演變成他今天是什麼樣之路的人 對對對 有可能他其實很可以AO 或是AB 但可能經歷了好幾次的經驗 讓他覺得AA是最讓我舒服的 對 所以我未來我也一定要AA這樣子 對對對 對 所以這可能是AA的人的一些想法 對不對 其實我真的覺得 越努力做性的人 越可以接受AA制 甚至AB制 就是我要付錢 我用了我就是要付錢 不管多還是少 我就是沒有辦法 完全不付錢 然後去用這些東西 跟吃這些東西 對啊 對 就是有經濟能力的人 應該是 大部分會是用這樣子的生活方式 好不然我們先分享你是怎麼樣制度的人 跟我是怎麼樣制度的人 我覺得大家應該比較想知道你是什麼樣制度 我呢 我是AB制的人 但我的AB不是說永遠誰是A誰是B 我會看狀況 就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有能力養自己的人 然後我也有能力去付另外一半的費用的人 因為我覺得人的運勢都是時好時壞 因為尤其像我們的職業 就是 有時候好 有時候可能是比較 單忌 所以呢 我會覺得說今天是我好的時候 我可以付多少 多一點錢也沒有關係 我cover你這一段 然後未來呢 你也可以cover我這一段 當我經濟能力不好的時候 所以我會覺得我是AB制 但我不一定永遠是那個A 或者是那個B 因為我覺得其實AB制 會過得比較舒服的是 我不是真的完完全全沒有付錢的人 我也不是付所有錢的人 對 所以他不會有說你欠我我欠我欠的 對對 其實就是依依你的能力然後去付出 有人發問嘛 他就說如果對方經濟能力比較好 但是只想AA你們怎麼想呢 那我覺得有人也回答得也不錯 他說AA制沒有不對 他經濟能力好是他的能力 對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 大家都對這些有各種想法啦 但我也覺得提出問題也沒有問題 就是如果他不喜歡AA制也可以 他也可以不喜歡AA制啊 但如果你真的很愛這一個 另外一半的時候 就你們兩個就要討論 為什麼你不喜歡AA制 然後為什麼他一定要愛AA制 對 好 但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 不管哪一個制都好 可是呢 千萬不要用實質上面的金錢跟比較 來去衡量你的另外一方對你的愛 沒有 因為今天不是因為他付了非常多的錢 他就很愛你 如果你用這個方式來衡量他對你的付出跟愛的話 你有一天也會被用這樣的方式去衡量著 盡量不要用單純的金錢觀去給這一段感情下一個主角 下一個定義 給這一個人下一個定義 每個人的人生觀三觀都是很複雜的 他有很多的背景成長歷程讓他變成如此 金錢觀只是他一個表達自己的方法 可能在愛情裡面你看到的是這個人他賺了一百塊 然後他給你一百塊 跟這個人他賺了一千塊 但他給你兩百塊 你要選擇哪一個 就是一個人的付出 如果你真的是用鈔票來衡量的話 其實真的是一件很傻的事情 就是一個願意給你他所有的人 他全部 和一個可以滿足你慾望的人 乾杯 微醺金 微醺之夜今天跟大家來聊的是 在愛情裡面 你們的三觀都是一樣的呢 A至AO至或是AB至 你們之間是哪一種制度呢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希望你們可以用自己最舒適的方式去生活 不要用金錢去衡量你們的愛情 因為今天的微醺金句是 當愛情被資本化 你是牢方還是資方呢 我們好好想想這個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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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